簡約公屋 成本都相當高 而且租金都不便宜 又有青年宿舍 青年宿舍跟住員機構合作 租用酒店或者旅館來做 坐在都好像解決年輕人 或者急於想住屋 但是這樣就可以留住年輕人的心 我覺得一個老吊牙的說法 就是要對症下虐 究竟今天的青年人年輕人 他們眼中最大的問題 是否自己的住屋 還是其實好幾年已經說到 一些社會上向上流動的機會 這些就跟整個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有關 但是你再看看 其實無論內地的青少年人 因為我相信在高等院校裏 讀書的一定是青年人為主 近日透過站出來舉起一張白紙的表態 其實在反映青年人他們可能追求的價值 跟成人世界都有機會有些不同 未必是完全的功利 未必是說真的想要有一直的妻生之所那麼簡單 可能背後是隱藏著一些比較好虛無的價值 比較一些自由的空間等等 就算是青年女社這些好像在回應青少年人 其實背後都是他們想要一些自由的空間 不用跟家人迫在一間屋 這些似乎他們在追求的東西 而且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權 現在推的一些政策 就不是完全到位去回應 其實我自己覺得主管香港的青年政策的人 完全都不是很明白青年 其實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 我仍然聽到不少的官員 甚至乎青年事務委員會 一班人就說我們要幫青年人上樓 但是我去一些青年說了什麼呢 給我的感覺是神經病的 買樓? 哇 供一輩子都未供完 我的樓價這麼高 但是他們普遍是不擺在說要買屋 是成為他們當前的急務 跟我們討論得多的 反而是一個他們認為你所說的虛無 其實不是虛無 而是一種他從從小在香港受到教育 所學習的一些普世的價值 是追求這一點 但是偏偏在2014年之後 看到社會上或者政府的行為 或者中央政府對香港施語的各種措施 在座跟他們時勢所學到的 是不同的 譬如說受到的一些製走 或者剝奪了過去已經擁有的一些權利 這些權利沒有 香港仍然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不是說的 實踐出來是人家實踐到才行的 以前在學校環境中學習的會不會和將來大個建的一套是不同的呢 在宜的時空當然還有這些可能 但是未來的時空可能沒有了 因為那個學校的環境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改變 不是改變了 改變了之後就一致化了 但是我拿了一點的例子 譬如近日有些大學院校都舉行一些畢業禮 過去學生都會藉著一些畢業禮 其實有些行動有些表態 我們香港的高等院校對於這些行動 現在就似乎都要清零 所以就報警處理了 而你回到十年八年之前也不太遠 其實你在學校園裡報警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大事 基本上過去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 就是不讓警察進入校園 那個 term叫做院校自治 但是我們現在學習的法治精神 就是普天之下皆要受法律的規管 所以警方是沒有不能夠踏足的地方 他們只要哪裏有人疑似犯法 他們就會進入去執法 所以在院校裡面的青年人 他感受得到 他尚未踏足社會就已經感受得到 我只是做了一些表態 那些事情和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等等的東西 其實是完全不著邊際的 沒有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連這個空間都沒有了呢 而青年人又是 性格上必然是比較叛逆的了 必然是不要那麼容易妥協的了 自然地就會更加想沉默到一些空間出來 那你說是否代表著教育的不足 代表著他們不滿足 是否給到一些青年女社就可以讓他們收聲 是否透過更多的教育方式 可以磨平他們這些訴求呢 那我們又回到近日內地的例子 我相信內地的教育長久以來 都應該被視為我們可以學習的對象 但是都阻止不了院校裡面 有一些的青年人其實站出來 所以我相信青年人 他們一些天性裡面所追求的東西 就不是一個青年女社 不是什麼提供一些青年人的機會 工作的機會是可以滿足他們的 是的 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 令到青年人不太合意 對於自己身生成長不合意 偏偏就是這個時間 外國對香港人就招手 特別對年輕人 其實剛才郭明也說過 加拿大也放寬一些移民計劃 其實不是這樣的 澳洲也是一樣的 英國的BNO 現在你根本不是在97年前出生的 在97年後出生 你只要憑借你父母的其中一方 你都可以申請這件事 對於年輕一代來說 它的選擇範圍闊了很多 可以選擇的方案又多了很多 於是那個離心是大了 也坦白的 我們要公道說 他們付出的成本又低一些 可能去到 剛才我們說的是25至39歲的年齡群組 可能你過了四節後 你要去外國重新去生活發展 你在香港就要賣樓 你又要處理很多家當 但是25歲之後 那個年齡群組的年輕人 可能他收拾兩個行李箱 那就已經可以出發了 是的 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口罩又不用戴 又可以到處去 又不用用安心出行 又不用想著 我不打疫苗 會不會沒得糖吃 只是單單在一些防疫政策裡面 已經發現一個很不同的天地在 而且我們也必須要仔細再去想 就是在勞工的一些對待的層面 在外國其實可能他們都 找工作未必真的很遠 但是都找到一些 令到自己可以生活到的收入 跟香港的壓力相比 其實是很不同的 我們剛才也一直說過 包括青年的旅社 包括簡約的公屋 他們其實那個租金不是特別便宜的 是的 其實不便宜的 青年旅社 你想想 你說那些雖然說什麼酒店旅館 你不會給你一個五星級酒店住的 其實那個交通時間 都是一個考慮點 我有一年讀書的時候 那個暑期公 我住在旺角 那個暑期公 我考到政府暑期公 就是去一個屯門安定有害社區中心 策劃這兩個區的青少年活動 好東西 還有那個年頭 那年頭的交通更加 沒那麼理想 我每一天來回 要差不多兩個多小時 很累 很累 我只能夠告訴大家 很累 你想想 如果你是住在那裡 現在的交通已經算是好一點 但我相信時間仍然需要花這麼多 拖著皮佛的身軀 放工 第二天 所以我基本上 在做了兩個多月 除了放假那天 我沒有什麼社交活動 這是香港很多青少年人的寫照 我們剛才說住的地方 譬如你簡約公屋 當然你計算 租金跟公屋相約 但也不算便宜 但你去到一些很偏遠 剛才我們說的 可能是屯門 元朗等的地方 青少年人很少去那些地方 去沉迷工作 如果他是要長途拍攝 跨區來工作的時候 你計算交通費 其實現在香港的交通費 也不是一個便宜的開支 不是便宜的 幾十元 你如果回港道工 你更糟糕 吃東西又不便宜 所以各樣的開支加起來 我相信他們找到的收入 其實跟他們的支出 本身就不是很成正比 你如果是住 剛才我聽到的青年女社 那個租金價格其實就更加高 你更加高的時候 你可以代到存到的錢又更加少 長此下去 如果是這樣 那不如我向外闖一下 拼一下 拼一下 因為年輕的包袱和成本 相對是低一點的 這個成本不是一個 實質金錢上面的成本 青春的成本 青春都是成本 誰會去拼一下 小春的成本